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定于1月8日下午一时起 在位于乔治亚洲亚特兰大的奔驰球场 Mercedes-Benz Stadium 迎战已经6胜10负的损赢队 这次日战由于结果无关晋级季后赛 不知道能否吸引6万名以上球迷进场 现年45岁的海盗队四分位布雷迪 期望率领球队拿到球季第九胜 进一步改善美国职业美式足球大联盟 NFL国家联会南区小组冠军地位 坦帕湾海盗队在9月11日起 展开的18周赛程之中 前8场赛是战绩三胜五负 至今苦吞8场失利 仅仅已获胜率50% 在大联盟国家联会南区小组领先 是整个大联盟2个联会 8个小组领先者战绩最差进者 佛州杰克森维尔美洲虎队也是如此 海盗队因此目前以三座位奋斗目标 集中资源争取季后赛联过三关 笋英队也是属于大联盟国家联会南区小组 和海盗队最近一次是于2021年12月5日 与亚特兰大交手 海盗队当时已30比17凯旋 双方自从1977年11月27日以来 历年在例行赛事和季后比赛总共交战58次 其中海盗队的战绩是30次告捷28次败北 累积得到1344分 笋英队力年来累积得到1256分 布雷迪在这场例行赛季累积出赛16次 他在本球季已经转球716次有477次成功 是大联盟进攻数据领先者 还有累积推进4610码 他在上个球季曾经转球719次有485次成功 累积推进5316码 他共有24次船接达阵 成功率为66.6% 最远传接距离63码 有9次遭到拦截 还有22次遭到禽沙损失160码 还有29次自己持球冲锋前进 已经被淘汰出局的拉斯维加斯突击者队 目前卯足尽想要争取家乡 在北加州的布雷迪加盟 布雷迪会被说服吗 彭广阳 2023年1月7日 你们打算了 对